大家好,欢迎来到He is Aleph,我是 Aleph 今天我们来聊聊明朝的历史 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 可以说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开国君主中出身最低微的一位 汉高祖刘邦至少还是四上一亭长 而朱元璋才真是实现了从乞丐到元首的惊人飞跃 朱元璋本名朱崇八,出生在今天安徽凤阳的一个农民家庭 靠给地主家放牛为生 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朱元璋在好友汤和的揭晓下加入了郭子兴的红金军 在军中很受郭子兴的器重,郭子兴不仅亲自给朱崇八改名为朱元璋 还把他的养女嫁给了朱元璋 就是后来的一代贤后,名孝慈高皇后马氏 后来郭子兴病逝,他的儿子们也都先后在战场上阵亡 朱元璋便继承了郭子兴的势力 而后他接连击败了陈有亮和张世成两大强敌 统一了江南地区 公元1368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四 朱元璋在南京祭天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红武 朱元璋也就是明太祖 因为明清两朝的皇帝几乎每个人都只用一个年号 所以人们通常也会用他们的年号来称呼他 比如朱元璋就是红武皇帝 朱元璋称帝之后,派出大将徐达统率25万兵马 越过淮河北伐中原 最终攻去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将元朝逐回了末北 和今天很多人以为的不同 元末明初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把明朝的建立看作是驱逐打鲁,光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胜利 朱元璋由于红金军的出身,特别是红金军和白连教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 被当时很多的读书人视为贼 他们不愿意示官,不愿意效忠新朝廷,而是隐居深山 甚至为了不被朝廷征庇,不惜自残乃至于自杀 为此朱元璋颁布了残酷的士大夫不为军用律 宣称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环中士大夫不为军用,是自外其教者 诸其身而莫其家,不为之过 而后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争庇 前朝遗老搜罗山林隐士 凡是不愿出山为新政权效力的世人学子都被处决 鲜有幸存就 而与之相应的是,大量久居中原的蒙古人 并没有追随元朝皇室逃回蒙古高原 而是继续留在中原,参军做官,为新政权效力 这些人在明代被称为达军和达官 朱元璋升性多疑,再加上他的出身地位 所以他对那些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多有猜忌 红武十二年,有人揭发丞相胡威雍异欲谋反 朱元璋趁机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 改由皇帝直接管辖六部 将中国皇帝的权力推上了新的巅峰 后来因为贤德的马皇后去世,再也没人能够劝谏朱元璋 加上朱元璋主义的继承人太子朱彪因命去世 新的继承人皇太孙朱允文年幼 于是朱元璋为了朱家江山的安定 借口被处死的胡威雍在当时还有没有被揭发出来的罪行 以及后来大将军兰裕意图谋反 在朝中掀起大狱 将朝堂上的开国功臣几乎是一扫而空 朱元璋去世之后,孙子朱允文继位 就是建文帝 建文帝虽然不用担心功臣勋贵的威胁了 但是却不得不面对来自他的叔叔们的更大的威胁 朱元璋有26个儿子 除了太子朱彪以外,全都被封为藩王 这些藩王都有自己的护卫兵马 尤其是封地位于明蒙边界长城一线的九个藩王 更是兵强马壮 其中朱元璋的第三子晋王朱刚和第四子燕王朱棣权力最大 就连朝廷派去领兵的公爵们也都要受到二王的截止 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建文帝决定削藩 结果燕王朱棣以清军策为口号,起兵叛乱 这就是明初的静难之意 静难之意大约可以算是中国大一统历史上的一个另类 在自秦汉已降的大一统王朝中 边帝藩王第一次真正成功的击败了正统皇帝 在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永乐皇帝之后 朱棣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决定迁都北京 朱棣村委成功之后,为了加强对朝权的监控、镇压反对势力 在朱元璋设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之外,又设立了大名鼎鼎的东厂 此后东厂和锦衣卫并称为厂卫,成为了明朝特务政治的标志 为了扭转自己篡位者的形象 朱棣努力的展现自己的文质武功 他五次带兵亲征蒙古 而且还名人编撰了著名的永乐大典 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时代的超本 原本据说已经被酷爱此书的嘉靖皇帝带进棺材里配葬了 朱棣统治时期另一件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就是他派内官奸太监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 郑和的舰队总共形成七万多海里 相当于环绕赤道三州,到访了三十多个国家 最远到非洲的索马里 甚至还有可能到过更远的肯尼亚甚至莫桑比克 堪称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 朱棣死后他的长子继位就是名人宗洪西皇帝 洪西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儿子宣宗宣德帝继位 这位宣德皇帝就是后来蒲松宁小说里提到的那位爱斗蟋蟀的醋之天子 不过虽然宣德有一些为后世所诟病的爱好 但这并不妨碍和他的父亲一起 建立了堪比西汉文景之治的仁宣之治 终结仁宣之治的是宣德的儿子 明英宗朱祁镇 也是明朝唯一一个登基两次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英宗之所以登基两次 那是因为在此期间他在蒙古草原上当了一年的俘虏 公元1449年 由于御驾秦州蒙古瓦剌部的明英宗 在今天河北怀来境内的土木堡 遭遇了三万蒙古铁骑的突袭 五十余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曾经吞并了越南的明将英国公张府等五十多名随驾的文武大臣阵王 英宗本人被俘 这就是标志着明朝由盛而入衰的土木堡之变 而后蒙古屡屡屡挟持英宗攻打明朝边关 甚至一度越过长城深入北京 索性在兵部左侍郎于谦的主持下 明廷队内拥立了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玉即位 就是景泰帝 队外于谦亲自指挥了北京保卫战 击败了围攻北京的蒙古骑兵 后来被释放回国的英宗利用景泰并威的机会 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 再次登上了皇位 英宗之后 明朝经历了英宗之子 宪宗成化皇帝和英宗之孙 孝宗洪智皇帝的首成之后 达到了洪智中兴 可惜的是这种复兴局面 随着洪智之子武宗正德帝的继位 戛然而至 正德应该可以算是明朝历史上 最为荒诞不惊的一位皇帝了 甚至有很多坊间传闻 怀疑他偷偷的信仰了伊斯兰教 不过根据学者考证 这应该只是谣传 正德确实曾经下诏全国 禁食猪肉 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的生肖是猪 虽然正德也曾经自称 大明国苏莱曼苏丹 但是他同时也以喇叭教的大宝法王自举 这显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 所以正德自称苏丹或是谢赫的做法 应该只不过是他出于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浓厚兴趣而已 正德在位16年 年纪29岁就突然驾崩 没有留下子嗣 因此正德的堂帝 兴王诸后聪纪尾 就是世宗嘉靖帝 嘉靖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道士皇帝 他刚一登基 就借口为自己的父亲 兴献王朱又元 追尊皇帝尊号 挑起了大礼仪事件 最终大礼仪事件以嘉靖的完胜而告终 从此确立了嘉靖一朝 皇帝的个人意志不容质疑 不容挑战的绝对至尊地位 嘉靖提拔了朝廷中书中 既有夏延徐杰这样的干例 也有延松之流的贪官 不过不论清拙 这些朝臣都只不过是嘉靖手里的工具 掌中的棋子而已 嘉靖之后经历了他儿子 穆宗龙庆第五年多的短暂统治之后 大明帝国的皇位便传到了龙庆的儿子 神宗万历皇帝的手上 万历通常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 真正责任人 清代历史学家赵毅就曾经说过 论者为明之王 不王于崇祯 而王于万历 万历登基之初 在内阁首府张居正的距离下 大明王朝一度再现中兴之下 万历亲政之后 对内平定了宁夏和波州的叛乱 对外击败了试图征服朝鲜的 日本官白封身秀吉 史称万历三大争 后来志得意满的万历 试图效法他的爷爷 以挑战组织的方式来清洗朝中的文官集团 树立自己个人的绝对权威 这就是搅扰了明朝朝局十余年的真国本事件 然而万历并没有加进那般高明的政治手腕和谋略技巧 最终只有败下阵来 真国本事件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万历最终很不甘心的败给了朝臣 不仅引发了之后的万历代政 更重要的是在朝臣中形成了党争的局面 而最严重的是耽误了储君的教育 因此后世才有明之王亡于万历的说法 万历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光宗 在位只有29天就嫁王 传位给长子著名的木匠皇帝西宗天启帝 为了感谢东临党在过去几年权力斗争的血与腥风中的一路护齿 对他们大力提拔 以至于东临党垄断了整个大明朝廷的国事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 天启又转而启用了自己的前邸旧臣 大太监魏忠贤为斯理剑丙比提督东场 魏忠贤趁其组织了燕党 肆意祸乱朝局 也正是在天启年间 白山黑水之间的剑州女真部首领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在赫图阿拉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新兵 自称天命可汗 建立后军韩国 之后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便从明朝手中夺取了辽东 天启在位七年驾崩 没有子嗣 由弟弟信王朱有俭继位 就是崇祯帝 崇祯登基之后果断的处置了魏忠贤和他的党羽 秦简自律 可以算是宣德之后的明朝皇帝中难得的秦政之君 但是崇祯生性多疑又刚愎自用 崇祯一共在位十七年 内阁首武竟然换了五十一个 崇祯对待陈子信任的时候推心致富 以为干成 稍有失望便立刻醉集满门 为了收复辽东 明廷在全国加征辽响 贫苦的农民无力缴纳 被迫揭竿而起 为了镇压农民企业 明廷又先是加征辽响 而后又再争恋响 这三响更是将更多的百姓逼上两山 农民军如同辽原星火 迅速席卷了中国北方各省 然而此时已经是内外交困的明朝君臣 却依然固执地坚持着一种明朝特有的政治正确 既不肯对已经改国号为清的后金讲和 也不肯去招抚农民军 在这种所谓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鼓舞下 大明王朝左之右处捉襟见着 朝着帝国毁灭的方向一路狂奔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 闯亡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 崇祯在井山上吊自杀 临死前崇祯还不忘了写下遗书 接诸臣之物镇 将亡国的罪责全部都推到了陈下的身上 一个多月之后 李自成兵败山海关 弃守北京城 北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亿弃住 又迎来了清朝的八旗禁律 崇建自杀的消息传到明朝的陪都南京 南京衙门的朝臣们决定从宗室诸王中拥立一位新天子 本来按照朱元璋留下的黄明祖训和之前嘉靖继位的先例 应该由崇祯三叔朱长巡的儿子福王朱尤松继位 但是因为朱长巡曾经是东林党的政敌 因此东林党人提出由崇祯的七叔贵王朱长营继位 而后朱尤松凭借着凤阳总督马世英和手握军权 驻守在南京周围的四镇总兵的支持 战胜了他的叔叔登基 就是洪光帝 由此也开始了南明的历史 洪光登基不久 清军边大举南下直逼南京 名义上是长江房屋最高统帅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因为是东林党出身 所以根本无法调动四镇兵马 只有以一己之力死守扬州 最终兵败殉国 而后清军渡过长江攻入南京 俘虏了洪光皇帝 洪光被俘之后 以唐王朱玉建为首的一般文武大臣 请洪光的唐叔陆王朱长方监国 却遭到了拒绝 后来听说了朱长方详清的消息之后 这些官员们干脆就近拥戴朱玉建登基 就是龙武帝 龙武帝是朱元璋第23子唐王朱镜的八十孙 和万利同伴 清军得知龙武帝登基 派出了83剂经济 化装成明军突袭龙武帝的行功 龙武帝不幸在战斗中中见身亡 龙武被杀之后 万利纪妻子贵王朱长颖的儿子 新一代的贵王朱油郎 在广东赵庆继位 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永利帝 永利登基之后 招安了同样被清军所击败的农民军将领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 依靠他们的力量在西南地区继续抵抗清军 李定国率领麾下八万人马 东出湖南南下广西 逼死了清朝三顺王之一的定南王孔有德 杀死了顺治皇帝的唐兄 敬锦亲王尼龛 两绝名王威占天下 可惜之后因为孙可望 嫉妒李定国的战功发动了叛乱 失败之后又投降了清朝 孙可望相亲之后 南明的军事部署全部被清军所了解 之后李定国虽然在墨盘山雪战中取得了惨胜 但是明军精锐损失殆尽 永利只有在李定国和前国公穆天波等人的保护下 逃亡缅甸 缅亡猛达虽然消留了永利一行 但是随着之后清军攻入缅甸索要永利地 莽达的弟弟莽白发动叛乱 杀死了哥哥全家 夺取了王位 然后新的缅王莽白发动咒水之难 杀害了慕天波等隋家官员 将永利一家交给了清军 最终明朝的末代皇帝永利 在昆明城外的十字坡 被明朝判成吴三桂 亲手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